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听咱们的商业插画系列课程第七讲 这一讲主要是咱们会说到透视关系 首先什么是透视呢 透视它是一个绘画理论术语 来源于拉丁文就是一个看透的意思 只在平面或曲面上描绘物体的空间关系 或者是计法 这该怎么理解咱们可以看一组图 在很早以前人们画画的时候 比如说在中国是吧 很少有透视这样的东西出现 透视它一定是基于西方的一个科技 一个技术发展水平上 所以说才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透视关系 在中国的中国画里面就不会有这样的透视关系 所以说比较简单的就是在国画上比较简单的用平面 对吧 包括人还有物还有景象 它都是比较平的 但是这个在西方的时候对这种科学的发展 它对绘画的影响特别深远 比如说咱们可以举例是吧 这幅画就是当时人们用透视的方法来做画 当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理论 所以说当时画的时候就是这是一面镜子 这是一面玻璃 玻璃这是模特 这个是画家 这是玻璃 它对着就是在远远的地方是吧 把这个玻璃放到这儿 然后对在这个玻璃上先画一个草图 先看一下这个身体头部周围的景象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 或者是透视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关系 所以说当时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透视的研究 或者说透视最早的时候被认识 它对这个画面很重要的时候 所用的这种比较朴素的一种方式 包括右边这个也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也是一块玻璃 然后这个画家正在就是玻璃上 就是画画的时候 它打开以后 然后再通过肉眼进行这样的测量 大概表现这样的一种环境 首先咱们要讲一下 透视中的这些概念都是什么 这个可能就是比较简单 或者是比较枯燥一点 就是第一个就是心点 心点就是眼睛正前方画面的一点 也是视心现有画面 所以这叫相交点 这个心点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你的眼睛水平看过去以后 它是最远处这一个点 然后像小孩是吧 它可能看到是它再低一点 然后个高的人 它会看到更高一点 这个心点不一样 对眼睛身高啊 这些不一样 是吧 你站的地方不一样 它的心点也不一样 然后视频线是什么呢 视频线是就是通过你看的这个心点 它所画的这条线平行线 它就是就是视频线 其实就是视频线 也可以说它就是啊 这个你的视线所在的这个范围 比如说你看日出 这个就是视频线 包括你站在高楼上 肯定视频线要远一点 是吧 这个地方 首先然后是视角是什么 视角其实是嗯 它可以分成不同的情况在里面 就是两个视线 它所成的这个夹角 那一般的情况是60度 60度是正常视线 但是比如说五珠左眼五珠右眼 它的视线又不一样 然后包括两眼的食欲 就是说你包括余光在内 对吧 这都是要放进去的 但正常的视线就是说 你比较清楚的能看到的东西 像像余光的都是不清楚的 对吧 这样啊 比较正常的就是60度 在这个范围内 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清晰的 视角 视角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一般都是60度 但是这两条线 它 它比如说这样的是吧 它这个 跟这个视点 这个心点 然后跟物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成角关系 它也是 就是视角 然后你站的远的话 比如说比较大一点 你的视角肯定会 就是不是很完整 必须站的远一点 这个视角才能够比较的完整 或者是比较的清晰 视圈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60度角 是吧 刚才说的 这个成像的60度角 比较清楚60度角向外延伸 然后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软环 它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视圈 这个视圈就是你站的愿远 看的远处这个视圈越大 然后你站的近处这个视圈越小 这样可以理解 然后灭点是什么呢 灭点就是说是立体图形 它每一个点通过通过这个透视关系 它每一个点最终会消失在一个地方 消失在一个点上 这个点就是灭点 所有的这些线都会消失在一个点上 就是比如说这个立体是吧 立体的图形 它这个点连线 然后最终消失在这个点 就是灭点 消失点是什么呢 消失点就是当我们看一个角度 就是从一个角度看物体 是视线回藏两个方线消失 最后落在视频线的两个点 视频线的两个点就是 你朝远处看的 你的视线所在的位置 这个是比如说你看到这里 视线所在位置 但是它向远处焦点 都会消失在同一个点上 这个是咱们的消失点 咱们举例一会儿说明一下 然后咱们这个透视的类型 主要是三种 平行透视 橙角透视 跟散点透视 这个咱们以举例的方式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透视的具体的一个 现实的应用范围 比如说平行透视 它又可以说是一点透视 就是说 通过通过这一个 这一个香蕉点 对吧 一个物体 它只会香蕉 只会消失在这一个点上 这条线就是其实它就是平行透视 就是一点透视 比如说这条马路 是吧 它向远处焦 包括这个 它都会向远处焦到这一个点 这就是一个平行透视 一点透视 这个铁路也是 其实所有的这些树 是吧 电线 包括这个 这个铁轨 它都会消失在远处 这一个点 但是没有其他的 多余的透视关系 紧接着就是 两点透视是什么 两点透视 就是刚才说的 比如说 这是一个 它一定是一个立体图形 不能是一个平面的 是吧 就像铁轨一样 延伸到远处 它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物体 是吧 它不会再有 就是更多的 这个就是消失点 或者说它没有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一个 就是其他的透视 透视范围 两点透视 就是说它立体空间内 它会随着它的这个 这个视线看过去以后 是吧 它会消失在两个点上 这个咱们也会给大家举例 比如说这个 你站在这个大橙角上 对吧 左面这个会消失在一个点 然后右面这个 也会消失在一个点 然后这样的透视关系 就是咱们的橙角透视 一般坐在街 街中心的时候 都会看到 包括这个楼 是吧 楼宇也是 这个楼 其实它虽然高低不同 高 高低不同 但是它都会消失在 这边是吧 这边和会消失在 这边的点上 然后这个楼方 它肯定会消失在 这边的点上 只不过这边没有显示出来 其实它这个 就是透视关系 就是这样的 它一定会朝两方面来 来消失在 从一个水平线上 三点透视是什么 三点透视一般都会 就是 有 有三个 透视消失点 就比如说 它朝上方会有 有透视关系 有左面和右边 都会有透视关系 然后有的可能会更多的 透视关系 咱们现在先这样来说 这样空间感就是相对很足了 现在很多有四地 五地 是吧 这个就是它的消失点 可能会更多 三点透视 比如说这样的是吧 这边 就是这样的 朝左 这边的楼方都会消失在 这边的点 然后这边的楼方都会消失在 这边的点 包括下边的楼 下边是吧 站在一个大角度上都会消失在 最底端的这个点上 这个就是三点透视 包括这个楼方 咱们现在是以 以俯视的角度 看这个大的一个透视关系 然后在 仰视的角度 它又是这样的来 是吧 这边楼方都是这样的 来消失的 包括这边楼方是朝这边的 然后整个的楼方又会朝上边 然后消失 这样的就是要比两点透视或 一点透视 它感觉更 就是更立体 是吧 然后它的空间感会更强 这样的话 就是在咱们插画里面 就应用起来的话 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效果 会让自己的画面 呈现什么样的感觉 比如说这样的是吧 这个神 它通过通过这样的透视关系 你就会觉得它 就是空间感会特别强 然后它这个主体 主体物的一个透视关系 对吧 然后包括这个街景也是 让它优深一点 是吧 你就可能透视需要大一点 透视大一点 可能就是它的感觉上 就会比较立体一点 然后给人的压迫性 可能会更 就是更强一点 包括这种 这种透视关系 可能会小一点 小一点就是比较 比较轻 轻优一点 对吧 比较轻优一点 这样的透视关系 就是它的各方面 你就要把握清楚 包括这个魔幻的 对吧 魔幻的就是 它在天上飞 所以说它的透视 可能需要 就是三点透视 或者多点透视 是吧 都会 都会集中在最下面的点 但是它 速度就向远处延伸 这样的透视关系 也会让整个画面 感觉更符合 这个作者 它对这个整个画面的一个把握跟意图 所以说在咱们日后的作画过程中 就是不光是可以就是应用人物啊 是吧 做一些小插画 如果是放进场景插画里面的话 这个就相当的重要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就是其他的方式 多了解一些这样的构图知识 咱们今天比较简单的去概括一下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构图 原理跟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些构图法则 希望对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启发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平行透视 这个就应该相对比较可能 就是可能平稳一点 是吧 可能就是对抗性弱一些 但它能表现出来 就是更符合你心境的一些东西 一般人就像一些比较唯美的 他都喜欢用这种平行的 用这种一点头是 好的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